哈囉 大家好 我是Tommy 又見面了 今天是大年初二 祝大家新年快樂 等等中午12點呢 即將要登場的就是限定雷基斯 也是我們俗稱的李基池 中午要出場了 那相信不用我多說啦 你們應該都比我清楚這隻角色到底有多牛逼 所以呢 今天還是來幫大家複習一下為什麼一定要抽這隻角色喔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用PC版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好的 那這一池呢 總共有四隻新角色喔 分別是限定五星雷基斯 還有四星的薇薇 梅克 以及三星的莉莉安 基本上這三隻角色都完全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就只有這隻五星的李基 而且這一池呢 是單PU跟之前的雷警察是一樣的 大家要注意喔 單PU就是代表說 你在這一池抽到五星的機會裡面 只有這隻角色被單獨放大 所以按照機率學來講的話呢 這一池我非常建議各位就是用石頭把它撈出來 盡量不要去用到我們的碎片喔 當然如果你真的運氣不好 畢竟我們也是按照機率學而已嘛 總是會有天選之人 那這隻角色也非常值得你用六百的碎片把它換出來喔 那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欸 這一池過後接下來就是周年池嘛 那周年池不是有三PU嗎 分別是我們的劍鬼 風奶 還有花火的這個限定中年版喔 那雖然說它是一個三PU的週年池 但是呢 按照日服的未來是啊 接下來在週年的時候也會有一個最大兩百多年的這個免費抽喔 你有非常高的機會可以在這兩百多抽裡面 抽到喔 我們的限定角色 那像週年池這種三PU的限定角色 就會建議大家可以做一個二加一的方式 透過免費抽跟十抽把兩隻抽出來之後 最後一隻用緊的 但我們建議是在就是有一定石頭量願意課金的玩蝦上面啦 如果是無課的話也只能靠免費抽盡量去拚了嘛 但這一池的禮基不一樣喔 無課或微課玩家我都非常建議你用你的石頭喔 就是拚拚看 那我也看到很多人說這一池是不是又會引爆退坑草 因為很多人就會在這邊又打出O-In嘛 那如果沒有抽到禮基的話可能就玩不下去喔 確實 因為我覺得沒有禮基的情況下 你在玩整個彈射世界體驗是非常非常的差啦 但我還是建議大家可以拚拚看 而且我覺得可以玩到現在的人大部分應該也不會這麼輕易退坑啦 雖說這個禮基池很重要 但說真的也過了快一年的時間了 那按照我們台服港火車的速度 其實也過了八九個月九到十個月喔 基本上我相信玩家數應該是已經定下來了啦 所以說比起去年八月那個時候光炮的情況 很多人可能是開服五月的時候 一路存石頭存到八月O-In一波欸沒有退坑 但現在禮基嘛如果你已經玩這個遊戲 玩了八九個月這次真的沒抽到的話 你應該也準備好就是轉生成維克玩家又或者是課金玩家了 我相信應該是不會引爆太大的退坑草啦 那我們這邊先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禮基到底為什麼這麼強喔 本身呢他的所有的技能還有能力都是跟Fever有關 那其實跟Fever有關的角色那個敘述都寫的很複雜啦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了解 除非你今天自己要去研發一個Fever隊喔 不然說真的照抄就可以了 那這個Fever隊伍呢頂配的雷Fever 即便是到日服的現在都一定會用到這一隻禮基喔 這個是他為什麼會這麼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再來就是他可以用在哪一些副本 包含了這個所有的協力副本喔 只要是雷有力的情況 現在可以打的 常駐的 未來會出的 現實的 限定的 都一定會用到我們的禮基 所以所有的副本 只要是雷有力都跟他有關 再來就是我們的崩壞等級70的收菜盤 也是最最重要 我們要去刷這個星星的部分 那這個收菜盤有力基的盤 最快可以達到0.05秒 不過這個是日服限制點的成績啦 台服的當下可能還沒有辦法組到那麼快 不過也會比你現在用的隊伍都快上非常多 再來一個最最重要的喔 就是前面這些你可能聽到都覺得說 欸那我只要願意花多一點時間 我是不是都可以不用用到我們的禮基 第三次競速活動 旋風的試煉 也會用到我們的禮基 奇怪 旋風試煉不是應該是活有力嗎 禮基就是這麼強悍喔 接下來會有非常多的跨屬體驗 喔都是建立於這個禮基 禮基會作為砲台 在subway呢 放上該屬性的這個輸出角 就可以透過禮基這個一直進Fear 一直開招的方式 來幫你去達到更快的這個 不管是踢罐或是競速的效果 所以呢 禮基也算是接下來跨屬的隊伍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隊長 那雖然說講說是跨屬 也只是因為禮基是雷屬性啦 實際上呢 我們還是會用該屬性 或是說該香客屬性 譬如說旋風的試煉就是用火屬性的技能角 放在禮基的subway 所以禮基只是充當一個砲台的作用 那這個等到之後 也會再另外詳細拍影片跟大家介紹 前面講到這個崩壞七十的收菜盤 我們這邊就切張圖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這個20秒左右 有我們勇齊當隊長的啊 有雷公當隊長的 然後剩下的隊員跟角色都是台服 現在一定可以拿到的 大概都要花20秒以上的時間 才可以來刷我們的崩壞 那我們在網上一點點 可以看到就是要花十幾秒 不過也有的是可能會打到20或30秒 這是我們的勇齊 然後雷公有用到神速哥 這個我先前在這個勇齊出來的時候 也有拍影片分享給大家看過 這些呢都是目前刷崩壞最快的隊伍 但是他們只能刷水屬性 因為他右邊有一個綠色的勾勾 這個勾勾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往上再滑 從今天開始 在你有了禮基之後 你的勾勾就會從一個變成五個 這邊暗屬性這個不要看啦 基本上這個應該是錯誤的資訊喔 暗屬性也不可能那麼快 那他這邊寫了一秒 不過其實也沒有辦法一秒啦 大概要二到十秒 就是從今天開始台服限時點最快的收菜盤 大家可以直接抄這個盤 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不太確定他做這個表的時間 欸那個二樓有沒有影響啦 應該是完全沒有 機娘的A4 35% 如果你直接抄這個盤 應該也是完全沒問題 反正到時候大家再試試看 如果試的不行 我會馬上在置頂留言做一個修正喔 那麼從今天開始 你的崩壞體驗 將會跟以往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理基完全幫助了你來刷素材的動力 至少我是這樣啦 不然一開始這個星星我很常都是 欸我缺多少我就刷多少 用夠了我就不刷了 自從有了理基盤之後 我才開始會直接在這個體辦的時候 瘋狂速刷 我就只要躺在床上花一個小時 那個素材就夠我用好幾個月 好最後呢我們就來幫理基工商一下 就是在台服的限時點 你拿到之後 你就組出了我們剛剛的這個隊伍 造超完之後我們就先打一次這個崩壞70給大家看 每一個屬性我們都打一遍 那我們就先從火崩壞開始喔 只要火爬 他的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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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字幕晚安 interacted with some mysterious characters 如果首席再��Wow 好,都會用在 Spiritual Spirit 過程再次發動 lunar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能在置射中,逼就像是由召喚� 在凱晨门中,抽禁忌! 拐标,拐种儀行你 排标的刀,拐種,拐種! 它就流到比较狠的,拐种的! 那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時間都是在2到10秒左右 非常的穩定 開兩倍速之後基本上完全是速刷啦 那在更之後呢 等到一些新的啊 比較厲害的武器出了之後 这个里基收菜盤也会有一个最终版 也是我日服自己现在在用的 那大家也可以稍微自己看一下 当你有了里基之后 再过一段时间 你的崩壞刷起来就是这么的过瘾哦 然后我就再把那五关都打一遍 像我一旦的地方 你來看第二個 好 久保裡有一個合憶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做到嗎? 有些人做不到 無論會自由 我不客人做了 我以為此是我感到的 天環是為了 OBITAL BIT 展開 OBITAL BIT OBITAL BIT 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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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里基的一些簡單的介紹 還有示範喔 相信大家看完之後應該更加理解 為什麼一定要擁有他喔 這一詞我們為大家做總結 就是不論你是哪一個程度的玩家 都建議你一定要把里基抽到手喔 對於這個彈射世界的日常作業來講 他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競速也會用到他 第三次的競速除了里基以外 沒有任何其他隊伍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里基才可以參加下一次的競速 那麼日常作業的部分呢 整個彈射世界的日常作業 都是里基寫的 所以你也一定要持有他 才可以在這個世界裡面賣向財富自由 所以呢 最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10抽出貨 千萬不要歪賣向財富自由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צ '. При not 中 никак 融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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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